李嘉燃燈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参加Padabuja的分享 就是我参加了大师的莲花族供奉 然后又一个很深很深的业力模式被移除了 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我从小就有一个认知 就是觉得我父母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面 就是为了要骂我的 因为我从小被骂到大 一点点小事被骂 然后大事也被骂 总之就是被骂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要骂我呢 这就是我内在的那一部分不圆满的声音 然后呢 当我圆满掉之后呢 我看到的是 哦原来我身边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爱我的 只是他们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爱我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 不仅仅是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我的上师 感恩身边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而且我也变得更加的有耐心的去倾听 虽然只是一个当下而已 我是变得更加的懂得如何去倾听别人 如何去倾听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聆听的话 我们的世界就会完全的改变 因为我们的认知有不同 所以世界外在的世界也会有不同 虽然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很多东西我也不懂也不明白 为什么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我只知道 哦 我要开始真正的学会聆听 首先是要聆听我自己 哦 我要知道我自己内在是怎样的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 当我们自己开始认识自己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就会因此而改变 所以呢 今天非常的感恩 可以与大家一起共度 这个美好的 诞成的 大师诞成的日子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聆听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祝福你们 Lidyan Andam 嗯